這次 PS5 和 Xbox Series X 的新超級主機大戰一開打就不夠子彈 由 2020 年開始就一直缺貨 玩家最關心的就是價錢的問題 其次就是能不能夠玩到自己想玩的遊戲 現在兩部主機的價錢都衝上6000大關 最近異軍突起的竟然是走終界路線的 Xbox Series X 米高評論每件事都是以中肯持平為目標 但作為遊戲玩家的我更加深信 一部好的遊戲機不是說你找一個工程師賣花賺花香 更加重要的就是消費者可不可以買得到 而小弟我最近終於入手了Xbox Zero S 主機的外形相當簡約和簽考 只是比任天堂V主機大一點 雖然這部機表面上下不用吃炒價可以用2280元港幣買到 但其實都是要你群網購買兩張正大的Xbox Game Pass Ultimate 雖然表面上是要你吃骨 但其實這個是好東西來的 如果你在Microsoft 網上商店購買的話 Game Pass 的 code 是找網上商店的電郵寄給你的 買的時候記得留意一下 Xbox Game Pass 是Microsoft 的遊戲訂閱服務 最初的遊戲陣容不算強 而自家的遊戲系列為主 加上大量小型的獨立作品 但隨玩家和廠商越來越接受 加上Microsoft 收購大廠 Bethesda 令到歐美遊戲陣容越來越強 而日系廠商 好像世家 Bandai Nanko 都開始加入 現在有人中之龍的全系列 飛鴻結系 Dragon Ball Fighter Z 八方女人 勇姐鬥惡龍11等 可否未來會增加更多日系遊戲呢? Xbox Game Pass Ultimate 同時包含了 Xbox主機遊戲 PC Window 遊戲 和Xbox Gold 會員資格 亦除負 EAP 會員資格 即是可以遊玩 EAP 的大量作品 Xbox 主機玩家可以購買次一級的 Xbox Game Pass PC 在 PC 玩 PC 遊戲 或是Xbox 主機的 Xbox Game Pass Console 玩 Xbox 遊戲 擁有以上 Game Pass 玩家可以購買 遊戲庫的遊戲 並且擁有折扣的優惠 就算 Game Pass 過了期 你仍然可以繼續慢慢玩 但條數加起上來 一定是Xbox Game Pass Ultimate 最划算 因為 Ultimate 已經包含了 Xbox Live Game 會員資格 最主要的好處就是可以體驗線上遊戲服務 而且在擁有的 EA Play 會員資格 是有不少的 EA 專屬遊戲可以選擇的 而最近 Microsoft 發表了重磅的降價 整體減價約三成 過百封遊戲只要239元就可以玩足三個月 事實上這個只是官方的定價 加價還可以便宜50-60元 玩家更可以CM 網上首次優惠價港幣10元的優惠 購買一個月 Ultimate Game Pass 服務 微軟今次真的有點耳本傷人 留意Xbox 主機上玩 Ultimate Game Pass 玩到的遊戲是最多 因為它包含了 Microsoft 和 Xbox 推出的遊戲 而想買 Game Pass PC 的就要留意 現時主機 PC 遊戲大部分是以 Steam 平台為主 和 Microsoft 兩種是不同的平台 希望玩家不要搞亂 至於主機的性能比較 無可否認主機大戰只能夠用 PS5 和 Zero X 來比較 X 系列絕對是另一種市場定位 Xbox Zero X 和 X 使用同一款的 CPU 和 GPU 但 X 系列是屬於低頻版 而它的價漲度最高只有 1440p 的價漲度輸出 而如果想在高價漲度電視有較好的表現 可以留意有針對 Zero X 系列有逐個優化的遊戲 商店遊戲圖是左下角會有標記的提示 性價比高底玩應該就能夠靠估 Xbox Zero X 的定位 而 Xbox Game Pass 又賦予了它的存在意義 因為 Zero X 是沒有光碟機的 而 Xbox Game Pass 又如同一個龐大的遊戲庫 100多款遊戲任玩而且還會定期更新 Xbox Zero X 最大的問題就是容量偏低 500Gip 扣減系統的佔用空間 再裝四、五款超級大作就可能已經所餘無幾了 雖然官方有出專用的擴充 SSD 但價錢也挺貴 玩家亦可考慮將遊戲抄去支援 USB 3.0 以上的普通外置硬碟 到想玩時抄去主機也是一個辦法 另外微軟都知道玩家同時玩多款遊戲 遊戲獨取次數及時間過多是一個問題 於是快速恢復功能就相當好用 玩家可以順暢地在多個不同的遊戲之間切換 並且可以在先前離開的地方繼續進行遊戲 相當之方便 如果你不是追求超高清的完美主義者 相信Xbox Zero X 在眾多的表現裏都相當良眼 因爲它的定價相對便宜 而且架構屬於次世代主機 而最重要的就是能夠用正常的價錢可以買到 而本身定價已經不高的Xbox Zero X 再配 Xbox Game Pass 一個組合 對消費者來說就好像一個廉價的大禮包 平均月費$55 就可以玩100款以上遊戲 就算玩家本身已經有另一部遊戲平台 而這個組合來做二號機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爲隨時可以幫玩家省了不少的買遊戲錢 今集就講到這裏 如果大家覺得這條影片有用 記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 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記得按這個鈴鐺 以便一有新片系統就可以通知大家 下次再同大家分享更多遊戲消息